聽到躺著選三個字 賴清德的嘴角微微上揚 不過想笑到最後可不能鬆懈 他要用行動證明 每天有持續認真在跑 倒數四個月 各地的競選主委正式出爐 毫不猶豫 認同自己就是大團結的指標之一 因為攤開六都進總主委名單 最重要的首都部分 就是由陳時中來擔任 因賴整合的意味很濃厚 新北則有政國會立委余天負責 桃園由國策顧問范振秀出馬 台中蔡其昌 台南高雄分別由黃偉哲跟陳其邁出任 有信心 現在都說躺著選 沒有啦選舉哪有躺著選 我們很有信心 因為大家都覺悟了 我們台灣要大家團結起來 團結拼勝選 黨才能壯大 現在也傳出包括陳時中跟余天 有望列入綠營不分區名單 不要再問這個啦 太早了 不分區啊 你有在醫院嗎 沒有 這一切都讓這個 浩選人去安排 這個競選總部的主委 是要遮攤坑 要去奔波 不是來分關 不是來加位的 我們都是按表操課 更是戰戰兢兢 按部就班 不會說誰參選 我們就會賴清德躺著選 博士分官跟躺著選的傳聞 郭董宣布參選之後 賴清德也在黨內下達四部政策 不涉入 不評論 不參與 不嘲諷 畢竟宣戰倒數還有諸多變數 就怕一個不小心樂及聲悲 華視新聞張新聞張正傑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